太诡异了,大哥脸上长出了千年灵芝,不仅如此,连手臂上,整个身体都长满了蘑菇,等待时机成熟,就会吐出包子病毒传染给其他人,害怕的赶紧点关注,发送狗头求保护,原来就在刚刚,一家人上山野餐,可没走一天,母亲就来了大姨妈,她找个合适的坑位,这时飘来神秘花粉,她吸了两口,对时感觉年轻了50岁,看见袖子上的花粉,并没在意地拍掉,让人没想到的是,女人变得剑步如飞, 眨眼的勾夫就不见了踪迹,不管孩子怎么呼喊,都毫无反应,到了晚上,父亲被诡异的气味吸引,闻了两口,瞬间打通人毒二脉,第二天,父亲不禁走路嗖嗖快,还脸色大扁,竟然丧失理智地撕碎,价值一个亿的存单,懵圈的孩子有点懵,只能跟在身后,没想到竟然看到了,父母一动不动,可走近一看,妈妈咪呀,女孩难以置信,母亲头戴大蘑菇,父亲脸上快速长出不要钱的灵芝, 看着周围的人体蘑菇,孩子们吓坏了,下一秒,父亲张开樱桃小嘴,吐出免费的灵芝种子,孩子们撒压就跑,可诡异的是,姐姐头痛欲裂,下一秒就长出了,一火锅里的金针菇,没点赞的哥哥,也失去心智,站在姐姐旁边,没手机的男孩,撒腿就跑,经过一天两夜后,男孩终于跑出了森林, 就在他以为安全的时候,出现一个波波勒,可抬头一看,波波勒口吐芬芳,那么为啥外国人都不戴口罩呢? 半夜你家门铃响了,托尼回头一看,地上有一坛浅色番茄匠,他小心翼翼的放下扫把,转头发现,一窥的半山门竟然自己打开,他悄咪咪的走上前,哭吃一下拉开,害怕的赶紧点赞关注,评论区狗头求保护,可再回头, 却发现扫把离奇的被掰断,而此时的托尼身后站个阿飘,搜了一下,抓住托尼肩膀,直接将他扑倒在地,一人一飘撕打起来,危急时刻,托尼拿起桌上的剪刀,阿飘吓得直喊淡淡,男人狠狠揪住阿飘的头发,比划起不要钱的大剪刀,咔嚓一下剪掉阿飘的刘海,阿飘心太崩了,可让人想不到的是,托尼捡起地上的木棍,将他死死固定在了椅子上,又娴熟的给阿飘围上尾裙,职业病复发的托� 先是好起他的头发,随后一顿神操作,阿飘竟然变成可爱的小萝莉,阿飘照了照镜子,开心的削了起来,看来对新发型很是满意,钱也没给的就爬出了理发店,可谁知刚送走小莉,看脚步又来了客人,她从口袋里掏出推子,神秘一笑,这次可得给钱呀,这个故事告诉我们,托尼白天理发,晚上理发,全天都在理发,做个托尼可真难,那你知道后来的客人是什么来路吗? 一只毛虫爬在身上,老嫂子挠了挠,便把他弹在了地上,接着用祖传的杯子一盖,这下终于能安心睡觉了,当女人再次醒来,却发现脸上,竟然诡异的盖满一层厚厚的虫网,就连天花板上也是,他赶紧拿起扫帚,清理这些虫网,但他家好像被毛虫起席了,赶紧点赞架够住,评论区狗头求保护,厨房里到处都是虫网,毛虫还在不停的吐丝,就连猫咪的狗盆里都是虫网,地板上也有厚� 一层,老嫂子来到隔间,发现不论是帅气的模特,还是缝纫机都接了虫网,随后他扯下一块虫丝,拿在手上细细观察,突然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,他开始转动房车,越转越快,只见房车带动着一根根虫丝,巧妙的被女人织成了布,经过七七二十八个小时后,家里的虫网都被他收集,清理干净后,再装在房车上,很快布做成了冰染成绿色,进行裁剪,接着再用缝纫机加工,最后一件没花钱的礼服就做好了,这正是他一层层� 他之前设计的,可正当他准备换上裙子时,诡异的事情发生了 老人发现自己脸上的皮,竟然可以整块的撕下来,害怕了连连后退,并且晕了过去,一年后再次醒来,居然发现自己的脸蛋如此光滑,整个人年轻了一百岁,一人激动的笑了,他赶紧换上新作的裙子,精心打扮了一番,然后捡起之前丢在框里的邀请函,现在他终于可以自信满满的,去参加宴会 可一阵西北风吹过,女人又照着镜子,他仍然是那个老嫂子,其实哪里有什么毛虫,哪里有什么蜕变,有的只是女人那一颗年轻的心,他看了看亲手所做的裙子,然后脸上又浮现出自信满意的笑容,影片毛虫,全程没有一句台词 从开始就可以看出,老人原本就是一名服装设计师,只是因为年老,渐渐对自己的设计失去信心,一直宅在家里,把邀请函丢进了垃圾桶,继续日常的洗碗,扫扫地,喂喂猫狗 年老的他,就连早睡也要脱上重重的氧气瓶,可人老本来就是自然规律,我们只能接受现实 最终,老人像毛虫一样,用年轻的梦想打破的现状,扶起勇气重拾信心,即将开始新的生活 那么你还怕变老吗? 女人胆肥了,竟敢拿死人的东西,只见他掀开尸体的黑布,是一个年幼的中年男人,随后将衣服全部推去,然后开始上下摸索起来 突然女人愣住了,尸体局部竟然掉了一颗大钻石,看来男人有点东西,他迫不及待的,把手伸了进去,咕咚咕咚一通扒拉,果然又掏出两颗黄钻 女人在用力拔开嘴巴,又看到一颗大金牙,就在他准备拔牙的时候,尸体的手竟然动了,赶紧点赞加关注,评论区狗头求保护 却发现牙齿还连着一根线,轻轻引用力,竟从尸体的嘴巴里拿出一包东西,妈妈咪呀,居然是一包大钻石,想着自己马上成为富二代 穿进口袋里赶紧离开,可贪心的他转念一想,肚子里会不会还有呢? 于是他准备开膛破肚,突然 尸体竟然坐了起来,似乎在寻找着什么,玩犊子了,女人吓得捂住了嘴巴不敢出声 可一不小心,口袋里的钻石掉了出来,就在这时 挖乱中女人直接将钻石吞了下去,尸体用力掰开她的嘴巴,想要夺回自己的钻石 女人使出吃爷爷的劲,推开尸体,拼命地想要逃跑 可尸体并不想放过她,女人战斗力极强,抓起一把剪刀,决定正面硬钢 这女人狠起来,真没有我什么事 在敲了一百天后,女人吼道 就在这时,停尸间的灯闪烁,背后的停尸柜传来躁动声 这一声尖叫,被另一个同事听到了 他拿着手电筒,来到停尸房查看,突然脚底一滑,捡起来一看 是一颗99颗的钻石,他立马装进了口袋 尸体牢牢实实地躺在那里,可刚才的声音是怎么回事 男人被吓了一大跳,他小心翼翼地向前走 发现女人的嘴里,好像还有钻石 他用手抠出来,放进了自己的口袋里 全然不管女人的死活,可等他再去抠的时候 男人的声音